在神秘的深海 有一种留着红色沙马特发型的巨大怪兽 黄带鱼 不是黄色的带鱼 是黄带鱼 非洲草原有狮子王 太平洋里有带鱼皇 万岁万万 也不是这个 黄带鱼虽然看起来像一条巨型带鱼 但这货和带鱼第一毛钱亲戚关系都没有 在大航海时代 欧洲的船员就在海里见到了神秘的红毛大海蛇 从此西方一直流传着 大海里有巨型怪兽大海蛇的传说 在日本神话里 黄带鱼是地府的使者 每当要发生灾难之前 他都会奋力来到海面 女士们先生们 就要发生灾难啦 快跑啊 为了证明我说的是真的 我还要死在你们面前 啊 我完了 因为黄带鱼总是在地震前出现 甚至死在海岸上 日本人就喜欢叫它地震鱼 黄带鱼虽然和带鱼不是亲戚 但他们都喜欢垂直着 飘在海水里 带鱼飘着看起来像个大宝剑 可当你看到接近20米的黄带鱼飘着 快举起你20米的黄带鱼大刀 开局一把刀 挂机成土豪 系兄弟就来砍我 黄带鱼还真的有一种神奇的 砍自己的技能 这货实在太长了 有时候就会觉得 哎呀妈呀 最近压力有点大 食物不好找 或者这么长的身子太累了 这破尾巴不要啦 这货居然可以自断身体 让自己不至于被饿死 只有一个身子就是轻松 哎这儿有一个大尾巴 这下有好吃的啦 我是顾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